第一個例子是大膽地用修回土地條例 去修一些私人的土地 來建工營房屋 大家都可能記得 官方過往的解說 就是沒有經過詳細的新發展區的規劃 或者不是一個特定的政府工程項目 我們都是因為擔心 有一些法律的行動 一些司法的挑戰 而是沒有採用這個修回土地條例 這一把上方保健 今天我們突破思維 為了令到土地為民所用 我們將會經過規劃之後 用土地修回條例 用修回土地條例 去收回這些私人擁有的土地 作百分百的公營房屋發展 第二個例子 是賦予市區重建局 一個新的任務 讓市區重建局 可以在它的重建項目裡面 提供一些資助房屋 給合資格的人士 對我自己來說 我曾經擔任過五年發展局局長 我是負責事件局的工作 所以當時的官方思維 就是事件局 是需要自負盈規 是應該以審慎商業的原則運作 在公司上 我幫助了 一些資助房屋 提供的員工 提供 提供的那一段 發展局 風的議員 為了